今天真的好热 在台东受西南风的影响吹起焚风 根据气象局观测资料 3号的时候泰马里金轮就出现吹台最高温是在7.9度 而5号台东地区最高温则是在大午有36.7度 夏日延延到西洋站提醒民众外出要记得撑闪 做好仿赛工作以免中暑了 全台进入盛夏 而在台东地区受到西南风影响也吹起焚风 根据中央气象局观测资料 三日时泰马里金轮就出现全台最高温37.9度 5日台东地区最高温则是在大午有36.7度 由于天气炎热 气象局也针对台东发布黄色灯号 大午气象站观测员就提醒民众 外出记得撑散避免肌肤直接晒到太阳 也尽量待在阴凉处以免中暑 因为就是会比较高温炎热啦 然后湿度也比较低 会风吹起来会有点热热的感觉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要做好防晒 还有多喝水 多补充水分 大午气象站观测员也提到 六日晚间北方封面将南下 七日的天气就不会那么高温 会在34度以下 但体感温度还是闷热 民众还是要随时注意防晒 就讲解他午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许可遇